我怎么感觉这些家伙看我的眼神有些怪怪的 6月2日上午为期三天的芝加哥新秀联合训练营来到了第二天 林汉从布鲁斯报文那里得知 如果说昨天的体测只是为一些顶级天才设置的 那么新秀训练营第二天的对抗练习则是 他们这些低档次新秀的真正舞台 因为只要在今天的分组对抗赛中能够有很好的表现 那么就基本上能够奠定在最终选秀中的位置了 毕竟对于球员的身体天赋而舍定的体测并不符合所有人标准的 或者说参考价值其实并不是那么大的 比如这次体测中成绩几乎可以说最差的报文 他在四分之三冲刺炮中所用的时间也不过3.42秒 而成绩最好的安芬尼哈达威也仅仅只是3秒一散而已 当然即便是内线球员克里斯维伯 他的四分之三场冲刺的成绩也达到了3秒25 可以说不管是内线还是外线天才还是拥才 想要将他们利用体测来一刀切是不可能的 大家的差距其实没有那么大 特别是即便这个训练营的一些拥才 他们其实也是全媒所有新秀前几十位的天才球员 当然这里面要将林汉排除在外 林汉的体测数据其实是可以将他和其他新秀一刀切的差距太大了 所以对于这里面的这些新秀来说 真正最为重要的一次机会就是分组对抗 而这也是很多想要提高自己选秀排名来到这里的天才新秀所最期待的 怎么样才能够以最快的方式提高自己的选秀排名 最简单的自然是在比赛中面了选秀排名在自己前面的球员 因此林汉涅从爱丽的口中得知 芝加哥联合新秀训练赢到了十几年之后 是不允许新秀之间的直接对抗的 因为到了十几年之后 媒体无比打之后 一次小小的对抗比赛造成的影响大的让人难以想象 所以很多大热新秀害怕对抗比赛中输球导致顺位暴跌 最终谁也不敢再来天才训练赢 所以最终也是取消了这个项目 只是很显然 就目前来说 不管是高顺位新秀还是一些普通的新秀 他们都不害怕失败 或者是说现在的媒体还不需要 他们担心在这里失败之后会给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巨大影响 而且现在NBAI的氛围也没有以后的那么商业化 不管是新秀还是NBAI球员都还保持着一颗比较纯粹的篮球之心 不畏惧挑战也不害怕别人挑战 所以对于今天的训练项目 林汉是早就摩拳擦掌了 以他现在的身体天赋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亚裔人 根本没有任何进入NBAI的可能 即便是进入一般的NK球队都不会有人要他 但是如果比实战的话 他拥有的那个无视比赛强度 无视个人体能的紫金色技能能够极大的增加他的比赛实力 因此今天起床的时候 鲍文对今天的训练项目是充满了恐惧和不安 但是林汉却激动无比 N这些人的眼神确实有些怪怪的 可能你是今年训练营里唯一的亚裔球员吧 不用太在意 和林汉一起来到训练营之后 鲍文也献了他和林汉走进来的时候 周围的很多新秀总是对他们指指点点的 或者是说对林汉指指点点的 有些家伙居然还轻蔑地看着他和林汉在那里偷笑 这让鲍文也很意外 难道一天不见他和林汉都成为训练营里面的明星吗 当然这个时候没有属于自己经纪人和经纪人团队的 林汉和鲍文两人自然不会知道 昨天林汉的体测成绩太震撼了 打破历年新秀体测数据之最低 永夺史上最烂新秀的封号 而且因为训练营主管的咆哮 使得林汉成为这里最大的一个笑柄 呵呵这个家伙就是那个牙医吧 身上连一块像样的肌肉都没有 小腿粗矮全是肥肉 这样的家伙能够测出那样的数据一点 不奇怪 史上最烂新秀和史上第二烂新秀 很意外的居然是好朋友 真是香的一张啊 哈哈哈哈呵呵 别笑得这么大声 我还准备等 接下来的分组对抗给这两人一个教训 让他们成为我进入乐透区的垫脚时是最好不过的 哈哈哈哈 他们两个在种子新秀分组的时候都是属于第五档的球员 所以他两人只能在不同的小组 你要同时击败这两人是不可能的 因为有着这两人的小组肯定是第一轮就淘汰了 进不到决赛的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成为所有人的焦点 但是林汉也没有太在意以前在犹他古社区学院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 林汉一直都是一个很自我的人 如果他真的在意别人的看法 那么在犹他古社区学院他就会混不下去 所以在对这些家伙的指指点点稍微有些不爽之后 林汉也是和鲍文找了一个空着的场地开始热身了 对于任何的运动赛前的热身都是极为重要的 特别是一个小时之后还会有一场决定他们命运的比赛在等着他们 1.0 你的跳投还真是意外的出色 不管是弹跳的高度还是出手的高度 甚至是出手的姿势 都一点让人看不出出学者的影子 甚至已经过了很多NKO的顶级球员了 而且我献你的